It's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下达第一个命令 前辈 前辈 再前辈 国际政经大小事 理财体育和生活 新闻早餐会 您爱哪一位 景气的变化瞬息万变 原本以为春天来了 但是没想到又吹起了寒风 因为经济成长放缓 美国联准会呢 今天凌晨最新的决议 他们不会升息 而且今年可能也不会升了 那么国内央行 下午要召开礼监视会 现在的利率走向 对于全球景气 甚至投资理财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要连线的是 台经院的景气预测中心主任 孙明德孙主任 主任你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任我们知道利率走向 跟国家的经济成长 还有就业的表现 通膨的数据息息相关 如果当景气放缓的时候 你却升息了 就等于是大冷天 牛板家的外套给脱掉 那么你怎么观察 联准会最新的决定 应该不会让家意外吧 我想从去年年底开始 联准会最后一次升息以后 大家都觉得 后面的美国的经济 其实在有发生变化 虽然美国最近公布 去年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 百分之三点一 还在创了新高 但大家知道那是强弩之末 那美国的经济 第一个是消费 它的消费在去年第四季 受到股市大跌的影响 已经不像之前这么好 而且美国减税的效益 正在慢慢的减退 所以这两个利多 慢慢的消退之后 美国今年的开始 它的经济 尤其是第一季又有政府关门的因素 去干扰 所以它今年第一季的成长率 慢慢的会往下滑 包含联准会这次预估 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它只有二出头 让我们觉得好意外 你看到它去年年底是三点一 然后现在它只预估 今年只有二出头 从保三变保二 那就差了一个百分点 所以联准会他们说 今年这一次的利率绝育 说它一段时间就不会再升息 我觉得它并不是着眼在 去年的经济表现是多么的强烈 而是在今年的预估 其实比他们去年要落差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时候按兵不动 对于联准会来说 是比较好的一个决策 其实联准会他们去年 四度调升利率 美国总统川普非常火到 他一直想要开除 这个联准会的主席鲍尔 因为这个升息 它可能会造成资金被压抑 然后资金动能被压缩 如果升息造成强势美元 也不利美国打跟中国的贸易战 那么到底现在是 哪些环境条件已经改变了 让这个联准会也改变心意的呢 其实像中国的经济下滑 或者最近的脱欧问题 我觉得都是影响联准会 它这个决策的可能因素之一 但是全球的景气 其实在去年就已经很明显在改变了 像欧洲的经济成长率 在前年底还有2.7% 到了去年第四季 只剩下1.1% 2.7% 1.1% 这中间差了多少 今年搞不好连1%都不保了 所以欧洲央行 其实前几天也宣布 他们今年不会升息 所以美国跟在后面做这个动作 其实是考虑全球需求减缓的因素 倒不是因为美国总统讲了什么话 如果今天全世界经济还是很强 美国物价涨的还是很多 我想联准会还是一往五天 今年还是会继续升息的 所以他们还是基于比较专业的考量 那么老师觉得 会不会严重到需要降息呢 因为美国联准会的这个利率预测 今年搞不好都不会升了 但是会走到降息这一步呢 升息到降息中间要考虑的因素 要变化得非常的大 比如说你的经济成长率 我们现在他们今年预估 还有2%以上 如果连这个2%都无法达到的话 那可能就符合了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是物价 美国现在的物价还有在1%以上 那我们知道超过2% 他会考虑升息 也就是让你的物价上涨率 也许低于1%的时候 他会他比较会考虑降息这个动作 1到2之间可能又不会动 所以我觉得观察经济成长率2以上 物价上涨率1以上 这两个指标如果都达到的话 联准会你说他要降息 我觉得那个可能性就不大了 除非发生什么国际重大的经济事件 就像安倍首相说 除非发生雷曼兄弟那种事件 要不然他今年消费税是涨定了 所以除非发生重大经济事件 要不然就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 连准会今年要降息的可能性 目前看起来不大 好 讨论完美国 我们来讨论台湾的状况 因为国内央行 今天下午也要接着开理监视会 随后就要决定利率的政策 那么之前杨金龙总裁 他在立法院曾经表示 如果经济状况跟上级预测 差不多利率没有动的道理 所以市场就预期连时一动 这个动是冻结的动 主任也是这样认为吗 是 我想就如同杨总裁说的 去年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只有1.8 那目前看起来 一跟二月的出口数字 也还不是很明朗 昨天公布的外销订单 其实看起来连三月的表现 也不是很好 所以今年的第一季 很有可能如杨总裁所说的 跟去年第四季经济成长率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的利率政策当然不会动 另外一个 现在国家国际大的央行 像美国 像欧洲 都已经说今年不升息了 那我们台湾如果这个时候去 调整我们的利率的话 反而会引起金融市场 比较多的猜想或波动 所以我觉得就这几个观点来看的话 今年的经济数据 第一季目前看起来还不须明朗 第二个跟别的国家的利差 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去主动 去扩大它 应该是被动的去调整 所以要这样看起来的话 也有可能如杨总裁所说的 这次的利率是不动会比较好 国内央行调整利率 主要是看景气 然后看国内的物价的状况 可是我们经济成长 之前国发会公布的 一月份的景气灯号 不是摆脱了低迷的蓝灯吗 所以这个变灯 不足以代表景气转好了吗 我想它那个灯号 是当时的经济情况 一月份的经济情况 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是因为它过年前 过年前很多厂商会赶出货 所以它的经济数据还不错 第二个其实是因为当时的股市 或者是一些内需表现得还算温和 因为一月有过年 所以它的消费也会大幅的提高 但是到了二月 因为你的上班时间 可能就只有半个月在上班 因为我们知道二月初在过年 二月底也有一个假期 所以二月上班的时数比较少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一月高的二月低了 可能就会被平衡掉 所以国发会那个时候 它的表达也比较委婉一点 它说不要马上就急着说 现在景气再变好 不过就我们台军院的调查 我们最近看到这些数据 是从去年12月 今年1月 那接下来的数据 可能都会慢慢的再变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民众 到底不被一昧的悲观 因为厂商当然不是说一二月好 他们是对下半年的展望 目前看起来 比起去年年底要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 这些也可能是让大家 比较安心的一些经济数据 好 所以现在按兵不动呢 也许是国内央行 也会采取的立场 那一直有人在讨论 这个阶段不管是美国 台湾甚至全球的经济 可能都是陌生段 那听到这个陌生段 大家就很紧张 这个阶段的特性 到底是什么 那要注意到哪些讯号 如果出现 可能就会反转向下呢 您说景气嘛 对景气 景气其实算陌生段嘛 其实景气在台湾去年第四季 就已经开始慢慢在往下滑了 所谓的陌生可能像股市吧 股市可能有涨涨跌跌 然后他觉得最后一波陌生段 也就是他不会突破前波高点 那个叫什么11波或低波 但景气从去年第四季开始是 都在往下滑 我看不出什么叫陌生 其实他在下山的一个阶段 他只是从山顶现在下到山腰 那至于要到山脚下呢 我们可能还要再花一点点时间 那可能要等到第二季 或第三季以后才会比较明朗 因为你看嘛 这两天美国总统又在放话 他觉得他有点不耐烦 说中国怎么一直在拖啊 所以昨天晚上美股也开始在反映 美国总统的不耐烦 再加上拖欧的问题 现在根本就没有解决 他只是往后挪 美欧都有重大的政经不确定因素 那我们亚洲当然也有 这个月泰国要选举 下个月印尼跟印度也要选举 所以现在就开始要选举了 选举之前很多政策 政经情绪也都变化比较多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 马上就要景气止跌上扬 我觉得还太早 下半年吧 就我们台军院过去的研究 景气的下滑 可能都需要一年的收缩期 那最快可能也要到第三季 我们见到这个谷底 不过到目前厂商 这种乐观的情势看起来 下半年的景气 确实是可以期待 好这个算是一个可以期待的好消息 好我注意到自由时报 他们昨天有一篇这个社论 他说呼吁央行也要拼经济 也要提振经济 因为他里面提到这个之前的数据 说以2008年为界的话 之前60年 台湾只有两年的经济成长 低于4% 那么之后10年 只有两年是高于4% 那么央行的首要目标 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不是应该以稳定物价为重吗 那么主任的意见是他们也需要为这个拼经济贡献一份心力吗 不适合对政府的角色做什么太多的评论 但是央行它有一个法 它有央行法 请问央行法 它根据它的法令 它第一条应该做什么 它的第一条是维持经济成长吗 好像不是吧 如果就央行法的话 我觉得这篇社论可能就没有去注意到 央行是有一个法源依据的机构 应该还是要依法行事 比较好 OK 那现在呢 其实国内的经济还是很闷啦 那大家都很着急 那现在无论是从出口 甚至从我们的内需 这算是经济成长两大引擎嘛 那主任来一些建议好了 我们国内的财经部会还能做什么呢 在这个景气还未明的阶段 我想政府最近已经做了很多动作了 也就是我如果刚刚说的 我不好对政府说什么 因为财经院90%的收入都来自于政府 也帮政府做了很多规划 目前他们提出了一些政策 当然你说在选举前一年 有很多公共建设可以多做一些 那我想这个是各国都在做 我们也觉得台湾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做 另外一个我想最近的央行 或者是央行 他在做的很多的利率或汇率的决策 其实也都是根据国际的变化 在做动态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 就是要比较激动一点 因为去年跟今年 国际的金融情绪变化的情况 是很明显的 比如说突然来个坏消息 那金融市场的波动会比较大 那我们台湾目前可以维持外冷内温 也就是出口虽然不好 但是国内的消费或者是内需 表现还不错 其实股市或者金融市场的稳定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你做的好的 你就不要动 那个投手投的好 就没事不要把它换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随便做一些坏的决策 未必是好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政府 有一些别的国家已经在做的 我们可以参考采纳 那如果是目前已经做的不错 像我觉得内需或者是一些金融的政策 目前做的都很好 那这些东西你就继续维持 不需要有太大的改变 好 谈完了大环境的改变 大环境的一个方向 那接下来谈最实际的 就是小老百姓关心的荷包的问题 那么现在美国如果决定不升息 这个会影响到美元的强势地位吗 在这个投资理财 甚至这个资金的配置上面 主任的建议是什么呢 美国虽然不升息 但是它的利率还是蛮高的 你看它现在是2.5嘛 我们台湾有很多银行目前推的那个定存利率 就是外币定存利率还蛮高的 那我们现在利率分为三块 美国算是高利率的 你看它的利率在2%以上 台湾是属于中间利率的 台湾利率大概一出头 那还有很多利率是在谷底的 他们是零利率的 所以我们台湾利率在中间 这个时候你说美元要一下 因为联准会这种决策去变弱 那除非大家都不想存美元 都有什么理由要去存台币 或存到欧元去 不过目前看起来其实亚洲国家 或者是欧洲国家 这个时候经济不好 出口不好 都一定会往比较宽松的方向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在比蹲的比较低 你只要维持原来的姿势 不要动 你看觉就蛮高的 所以美国现在看起来就是 那个占的蛮高的 因为大家都蹲下来了 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转头看 为什么大家都不见 是 那所以美国还是资金的避风港吗 是 目前看来是 OK 好 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个国内央行 还有联准会最新的利率 我们请到专家来帮我们分析 今天非常谢谢台经院 景气预测中心主任 孙明德主任 非常精彩的分析 谢谢孙子润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